民进党当局的有关做法就是赤裸裸的政治双标 那么疫情发生以来 民进党当局无理中断大陆人员赴台 刁难大陆铸台机构人员的正常轮换 我们在座的记者就受害着 冷血阻挠两岸婚姻家庭的团聚 他们编造种种借口 对陆企 陆生 陆配及其家属采取歧视性措施 暴露出他们反中谋独的政治本性 这只能进一步引起两岸同胞的憎恶 那么他们说出一个所谓冠冕堂皇的理由 说大陆目前一些地方的疫情呈现多点传播 我想就不要拿大陆 不要凡是拿大陆来碰瓷了 那么我们要问一问 难道外国人的感染数人数就比大陆少吗 死亡人数就比大陆低吗 疫情严重程度就比大陆轻吧 又或者说民党当局出台这个措施的目的 不是为了防疫 而是为了防范特定人群 所以说撒谎 小心闪了舍头 小心闪了舌头 未经许可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